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印象中在幾年前 應該是說三四年前吧 其實也是吸引我喜歡這個領域的原因 是我注意到了我們實力這個媒體 這個新媒體 我覺得它這個部分在整個表現上面 因為我經常在關心它的整個 跟粉絲增加的狀況 我認為在目前整個媒體的氛圍下面 能夠有這麼一個好的 特別關注在食農領域的媒體 是值得非常令人尊敬的事情 所以我特別特別今天也爭取 坦白講 雖然說我們基金會 我們在座的前後任執行長也在現場 我們很多優秀的團隊同仁也在進 其實輪不到我來介紹這個整個 整個基金會的實務操作的情形 但是我是希望利用今天這個機會 一方面也來跟大家見個面 一方面是感謝說在整個食農領域 有非常多的這個各方面的力量 在關心這個新的領域 比方說像我剛剛提到的 像食農實力這樣的一個新媒體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有 不錯的幾個新創的企業家 包括剛剛提到這個雙葉這個企業家 來踏入這個領域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很多需要多的挑戰 來呈現 更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整合的平台 就是今天我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作為一個加速器 如何來作為這樣的一個好的角色功能 來跟協助大家一起走出這個新的領域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新創的年輕夥伴 大家應該都熟知一件事情 我想大家在台灣也接觸到非常多的加速器 那有一句話講 這個好的加速器啊 帶你上天堂 那不好的加速器呢 知不知道答案 帶你去撞牆 OK 那我必須跟各位打包票 保證 我想保證 我們待會要跟大家報告這個加速器 絕對不會帶你去撞牆 為什麼呢 因為在座有很多的這個給你掛保證 我們真的是用心用力 出錢出力 在協助耕耘這每一個小種子 待會在我接下來 因為我想今天這個主辦單位的安排 也非常的用心 前面有非常好的這個 包括我們邱總的這個 好的Mega Trend的介紹 以及我們整個這個新創團隊 新創這個優秀的這個前輩 但是更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帶引出更多的 新創的這個明日之心 我們今天是第二年 我們是第二年吧 第二年 其實之前其實也經過很長一段籌備了 只是真正來講 我們這個登記到現在成立 走到第二年頭 那第二個年頭 我們也在思考說 到底我們這個加速器的使命是什麼 使命是什麼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使命是什麼呢 是協助有早期產品的這個實農新創 然後發展創新的商業模式 就是創造市場的影響力 我想這是我們已經在思考 就是我們來界定 就是到底這個加速器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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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Mission 那這個Mission 各位會提到說 那為什麼要選擇食農呢 其實我也很快跟各位提一下 其實食農這件事情 Echo to我們的生活 其實我們做了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要維持一個好的生活 不管是在技術層面 更重要的是在整個knowledge層面 更重要的是維持在一個 所謂lifestyle 生活型態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 能夠讓整個這個 不光是在個人的這個知識 技術 市場 更重要的是打造一個好的 一個生活型態 那這是我們整個 整個加速器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Mission 那在這個Mission 我們用了很多的方法 用了很多的方法 來逐步實現的這件事情 這裡頭包括 我們引進了國際最尖端的 這方面的這個資源 做法 我們不管是舉辦這個 所謂的挑戰營 從這個美國MIT這邊的學習 以及我們自主 來舉辦的這種 所謂的book camp等等的 都是我們團隊這幾年來 這一兩年來 努力累積的一些成果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部分 變成是一個重要的人脈的 是一個記局的地方 因為剛剛提到 其實創業呢 不是單一項目 或單一公司的事情 我們希望都變成是一個 完整的產業生態圈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裡面呢 有很多希望說 這個年輕朋友 可以來加入 那這個加入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呢 它是有一個階段性的 階段性的 所以不管是今年的 或者我們準備準備明年 即將轉開的第二屆 它會有一個過程 希望說 這個年輕的創業 這些朋友呢 願意來加入我們 來報名 參加我們這些 陸續舉辦的 這些加速器的這個活動 這裡面 我特別講 我們這個加速有幾個特色 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特別舉 它除了這個有豐富的 這個國際這方面的人 這些資源之外 更重要的 我們有一票 這國內非常非常重要的 難能可貴的這個夜市群 我想 如果要我來挑選 這個我們這個加速器 最重要的特色呢 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夜市群 這邊所列到的是 二十六個 其實不止了 我們資源上 不止有這個二十六個 那這個部分是 它這個無怨無悔 非常願意 再投入這些 整個台灣 第一個唯一的 食農創業領域的 各方面的這種 不管是產官研學 這方面的專家學者 投入的 那這部分 待會呢 我們接下來的三場的 這個 明日之星的介紹 它有多少 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究竟呢 從他們本身的創業過程當中 在他自身摸索的過程當中 如何通過這些夜市 在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 knowledge base 下面 來協助他們 讓他們能夠往前走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加速器呢 也有很多的這些 所謂的策略聯盟夥伴 不管是在法律 稅務 財務 創業投資 那這個部分 那我相信這部分呢 我們這個 這部分呢 累積準備呢 也非常的充分 那重點就是說 我希望在一個 新的領域裡面 各位對於這個 食農領域 有興趣的這些年輕朋友呢 來加入我們 來投入這個園區 園地 那我們今年呢 其實有個想法 這幾天 我們召開董事會的時候 我也在跟我們這些 董事跟團隊溝通 過去我們講 食農創業 食農創業 意思是說 在原本的這個 食農領域裡面 去找出創業家 創業青年 創業這些企業 這是一個概念思維 那我今年呢 提了一個比較 reverse的想法 反向想法 反而是說 是從創業圈裡頭呢 去踏進這個 所謂食農領域 我相信各位可能有 非常多的 這些不同的技能 不管你是在 資訊通訊 IoT AI等等的背景 但是可能過去 你不熟悉這個 食農領域 你不敢 跨進這個 食農領域 來從事創業的行為 那今天我跟各位 打包票 你們可以 放膽的 踏進這個領域 因為你們可以 憑藉著你們的 才能 你們的知識 但是對於這個 食農產業領域 不熟的部分 勸缺的部分 我們有 甚至26位 更多的這些業師 可以協助大家 跟大家一起 走向這個 所謂的 Venture 探選之路 那接下來 我們 這個第二期 在我們 3月 6月 9月 不同的招生 報名的 程序跟流程 那我在這邊 請代表 基金會 接程的歡迎 我們年輕的 這些夥伴 有意願 有興趣 有志向 投入這個 充滿這個機會的 這種 創始動領域 來加入我們 剛剛其實各位 也看到了 在這樣的一個 咖啡機 它可以創造一個 300億的獨角獸 其實這不是夢想 這是很有機會的 那接下來 我們有很多的 明日之心 我相信在大家 共同努力下 應該有機會可以達到 謝謝大家